宜昌国小才艺表演活动行之有年 为了就是要培养孩子们上台表演的自信心 2020宜昌之心才艺表演12月25号热闹登场 各年级不论是个人、团体甚至于老师也都踊跃报名 各式各样精彩表演节目让整个会场充满了尖叫欢呼声 也让全校师生和家长们度过一个热闹充实的圣诞节 宜昌国小连续10年举办才艺表演活动 鼓励孩子们勇敢站上舞台表现自己 也展现了自信心还有个人魅力 宜昌国小在宜昌之心这样的活动已经行之有年 大概有十年之久 那我们背后的目的是希望孩子们自发自动的去做这样的报名 在背后里面想要看到的是小朋友的勇气 然后能够希望在舞台上面展现自信然后自在 那今天所看到的有个人的报名 有团体的报名有团队的报名也有所谓老师指令的报名 在里面呢我们希望孩子们在彼此互相观赏当中 可以看到原来上舞台有不同的一种姿态 有不同的展现的方式 那每一个都是非常棒的 今天看到小朋友的表现我真的为他们而感到高兴 2020一枪之心才艺表演 12月25号下午在学校活动中心热闹登场 不论是低年级还是中高年级学生 甚至于连老师都组队报名 演出项目非常多元 除了团体舞蹈还有爵士鼓 商人小提琴 醒师锣鼓 扯铃 戏剧 私足合作 还有团体歌唱等等 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演出 让整个会场充满了尖叫欢呼声 台上表演台下同学也跟着舞动 场面热闹欢欣 也让全校师生和家长们 共度了一个丰富有趣又精彩的圣诞佳节 这位旅会居然相报道